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们是未来 但是我认为她还不太成熟 因为我一见女学校 你们可能还不知道 这显然是一种单相思 是一厢情愿 那么单相思的结果是什么呢 这里 我先不做结论 请你们再听一首流行歌曲 是迟到 对 是迟到 我心中早已有个梦 医生 怎么样 得缝针啊 缝什么针啊 上点药不就行了吗 这你是医生还是我是医生 缝针 缝针 你 你来得及来得及来得及 好吧好吧 你们生活中 如果遇到类似的烦恼 也应该向这位男青年学习 他的做法 很符合吴蒋四美三热爱的精神 然后 很有礼貌地说了一声 抱歉 那么 心里明明有感情 你又不让我一见你就笑 那么这份感情 该怎么处理呢 让我们再听一首歌 小秘密 你 我心里埋藏了小秘密 我想要告诉你 那不是一般的情和意 那是我的心组 准备麻药 大夫 大夫 不打麻药了 直接缝针 不打麻药您受不了的 这事能洗的吗 我实在是有急事 急着一刻 要不 要不你觉得疼了 我再跟你打了 行不 好 快 我一见你就笑的女青年 和心中有小秘密的女青年 同样在热情 纯真的追求真善美 但她们对待感情的方式 却有很大不同 哪一个的做法更成熟呢 厚一个 厚一个 对 是厚一个 心中的秘密 有时要埋藏在心底 更多的时候 却要变成永久的回忆 千万不能 我一见你就笑 给你带来无穷的烦恼 我一见了 朋友一下 我一见就要 我还你 你 retire 快走 啊 没事 您爸爸大夫 你们中学生正是斗窟年华 情斗初开的时候 今天碰上一个没清木秀的 心里边有了一个小秘密 明天又碰到一个落落大方的 心里边又多了一个小秘密 我们中国人口这么多 时间长了 心中就会塞满一个又一个小秘密 心灵的天地是有限度的 小秘密多了 树里画 音体美 就通通被挤到脑子外面去了 那又会怎么样呢 小马小二郎 怎么样 白老师呀 挺好 我觉得挺好 这是你来的 老说教育师们意识 今天总算领教的 是啊 讲得挺有水平啊 是 是 老大姐 什么事 陈诗德老师在哪儿 你来这边啊 小马小二郎 背着那书包上雪糖 不拍太阳晒 也不拍的风雨荡 大大爷 什么事 有您的话 电话 说是美国人吧 有急事啊 美国人 快去听吧 来来来来 好了 别忘了明天来换药啊 谢谢医生 你能告诉我 你是说房工作的吗 是老师 来 慢点 慢点 喂 喂 啊 我是啊 啊 什么呢 难道我等你干这个了 阿爸醒了吗 啊 啊 你这工作忙怎么开呀 哎呀 如果我听我的这一天 我没喝啊 别人 阿爸 老乡可能会有一个女儿啊 好了 我有把乡 快能不能得来酒精神 下来那个底细 怎么了 是不是在美国的父亲生病了 啊 什么病啊 脑溢血 好在弟弟在他身边了 哎呀 这种时候啊 你也应该在他身边呢 我已经安排了 哎 这大家族的事儿 说简单也简单 说复杂也复杂 在这关键的时候 你不在身边 那是要吃亏的 谢谢你的提醒 不过 傅校长 这件事呢 还是请您展示表本人说 哎 你看你 家里都出这么大事儿 你怎么就 啊 慢点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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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同学们 今天讲座就到这儿 谢谢大家 好 好 非常成功啊 非常成功啊 这话我们要知道 谢谢 大刘啊 同学们 非常感谢 再次以热烈的掌声 感谢刘立伟教授 好 谢谢 谢谢 好 谢谢 刚才那个讲座我没有听 也不知道刘教授讲得精彩不精彩 走 走没有 好 同学们可以小声地告诉我 刚才刘教授讲得好不好 好 如果下次再举办这样的讲座 大家还要不要听 要 那好 学校准备举办一个 每在你身边的系列讲座 每个月一次 好 如果同学们有了什么体会收获 尤其是女同学 准备举办什么流行音乐的演唱会 别忘了请我这个校长 来 说好了啊 流行音乐的事到此为止 下面我想说一说 我们的足球队 说是我们 说是我们 其实这个足球队学校根本就不知道 所以在这儿 我想非常严肃地 校长 您要的答案我们查到了 校长 这是我们的检讨 您看 东方中学全体足球队员 这不会是你一个人代比的吧 不是 其实都是我一个人的错 是我带头发起的 可是到底有哪些同学 参加了这个足球队 我还不知道呢 都有谁参加了这个足球队 站起来 勇敢点 请站起来 我一次都没上场 只是个剃股 我 还有谁 怎么还有女同学啊 你们的足球队是混合上场的吗 不是 我们是啦啦队的 我们没场逼到 啦啦队呢 还有这么多的啦啦队员 据我所知 国家队的参赛委员 最多不超过二十一人 你们扩拉的战绩这么多人 让我处理谁啊 处理我好了 我是队长 你算我一份 还有我 还有我 处理我吧 还有我 处理我吧 处理我吧 处理也算我一个 也认为你 那你中国同学们跟我一起为他们鼓掌 我们高二年级足球队 在新民晚报足球比赛中 取得了第二名 为学校争得了荣誉 在此 我向他们提出表扬和奖励 校长 你用什么奖励啊 那个共用校长基金 给美威队员做一身新队服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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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还要在他们当中挑选出 学习和品德同样优秀的同学 作为我们学校第一批特长生 校长 什么是特长生呀 特长生就是 今后不管是谁 不管在哪些方面取得了 同样的荣誉 那学校随时评选它为特长生 这不是个党项问题 这么大动作很慎重 校长终于出招了 我们还会给每一位同学 展示自己特长的机会 我们东方中学的口号就是 合格加特长 对 对 对不起啊 我们有时间跟你们商量 本来应该现在教授 还没关系校长 有些事您用不着告诉我 校长您讲话太精彩了 真棒 是不像 是 只要东方的升学礼别下来 你想干什么都行啊 校长 让学生在不影响学习的前提下 发展他们的个人特产 还是可以的吧 对啊 具体抓教学抓校技的事 有我们的 你就紧格往前冲吧 不不不不 校长 您刚才说的校长基金 我们学校可没这个项目啊 你这校长当然有基金了 那 那个基金 这些基金就是我的工资 校长那可不行 您自己喝湿北风雪 对对 部校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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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刚才我跟高一四班 那几个女同学谈了一谈 他们在学校 采用这种方式来解决问题 非常满意 还有白老师啊 她对你也是佩服得五体投地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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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校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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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哥请问一下 我们啦啦队上不上特场呢 啦 啦啦队 啦啦队不算 算 那也算 为什么不算呢 我觉得啦队应该算 那现在的校长 我喜欢缝约的花 那算不算特长呢 校长 我喜欢做木匠活算吗 校长 我喜欢做缝约算不算呢 不管是什么 只要做出成绩 都算特长 来 来 来 我先走了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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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完全 因为我的两句话 您怎么这么说 白老师 我还得感谢您给我的机会呢 让我给同学们进行了一次品德教育 别这么说 别再来 来 来 校长坐 坐坐坐坐坐坐坐 我没事了 不用服 不用服的 坐坐坐坐 那大家都坐 好好好 老师 各位老师啊 咱们校长说得好啊 通过抓这次教学 我们有了信心 如今啊 我们又搬进了新的校舍 相信咱们的教育 一定会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 对不对 对对对 你们知道吗 我校长啊 今天在来学校的路上吧 腿给撞伤了 刚才还去医院缝了七针 你看他还坚守着自己工作岗位呢 真的要解释 好 还有我们陈士德老师 他父亲在美国病危了 他强忍着心中的悲痛 安心自己教学工作 哎呀 不不不不 我有责任 把你们这种妄博精神 好好向大家宣传宣传 对不对 对对对对 这次说什么你也得回去看看吧 是啊 教学再紧也得安排啊 你好 李科长 在这儿在 明天你就给陈老师买机票 办签证 好的 黄主任 赶快安排校长回去休息吧 我就安排好了 本来我就没想做 是吧 来来来来来 来来来来来来 没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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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来来 回去吧 再见明天见 慢点啊 这点刚好再见 好 再见 陈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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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车修好了吗 我给他拆了 拆他干什么呀 休休还能骑呀 这一边骑车 一边想心事 这早晚还得出事情 我不想了不就行了吗 走车吧 放开 来放开 哎 校长啊 您就做这个吧 啊 我们决定了 以后啊您就做这个车 干吗 不许你再骑自行车了啊 哎好嘞 这车档次低了点吧 这车档次低了点吧 老陈 你以前做那2022的 别说了 我就行 走走走走 谢谢 常老师 您怎么 校长 我听您的 去总务处了 我知道我自己有多少磨声 交不了就不交呗 我看出了 跟你干什么了都行啊 停车 停 您下来我跟你说 校长 你干什么 校长 这 这怎么了 张老师 我让你去种花种草 并不是让你去当小公 当老师教书育人是一方面 更重要的还是要讨厌人 让人一进到校园 就感觉到这是一个花园 一片净土 一个圣地 一个殿堂 懂吗 这是校园文化 你汉自行车 我知道你是个热心肠的人 只有真正热爱生活的人 才能当好这个园丁 才能搞好咱们的校园文化 知道吗 我调动你的工作 我是希望你帮我 帮我一起实现我的梦想 可能我的话有点重 不存在吗 来 上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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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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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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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几个老石头在那忙什么呢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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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平时不是一回家就往书房走吗 今天咱们往书房跑了 你好不容易回来一趟 干嘛没完没了点 你别误会 我是来拿我的东西的 公司已经给我订好了房间 谢谢你的好意 那就算是陌路人吧 我也不能让你露宿街头 那我也不住这儿 好吧 随便了 我这次来 是来给女儿办转学手续的 然后带她一起回北京 好啊 趁着别人不知道她是我的女儿 赶快把她转走 否则我没办法开展工作 我明天就去 你工作还顺利吗 看来你要失望了 我刚刚被任命为副总经理 我干嘛要失望 我应该恭喜你 算了 你别装了 你巴不得我干不下去 回来给你洗衣做饭 我是不是比以前胖了点 方便面是挺养人的 你那会回上海 是不是觉得上海月边越漂亮 全国哪儿不是月边越 你怎么了 怎么摔成那样 没事 我今天早上上班 汽车摔了一下 我叫你不要这么拼命地干活 你非要这样干 原来在谱戏挺好的 非跑那么老远 摔成这样你合着 你有你的工作 我有我的事业 你总不能 事业事业 你就知道追求你的事业 老子孩子家你全不要了 还在追求 我跟你说没事吧 摔一下怕什么呢 好 从今天开始 你的事我再也不管了 你等等 包里有什么吃了没有 好 走喽 明天早上把羽毛和屋里作业叫上来啊 好 晚上还得开夜处 包园 今晚上我不回去了 住你们宿舍吧 不行 不就是个单身宿舍吗 有什么了不起的 你们这宿舍来这儿 你还不快出去啊 上车了啊 好 好 好 实惠啊 好好 好好 食客 走 来 走 走 这鼓 好 什么好 这死要面团 不救啊 我想说 我这叫失道尊严 我再用自己的行动 告诉我的学长 以后就要像我那样 对了 帅哥 那我们 社长 跟校长来了 我们 后面继续 你就是副校长吗 我们先和你谈一下 我们孩子 陆续问题 我们先 你们不说啊 我也知道 各位站在那边 你站在那边 有 去想我转悠 听我说 校长还有一位看到你 咱们那个校长 我会把你们的教训呢 卢神告诉我 你 你提吗 有 来 我会把你们的教训 我们 我们放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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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放下来 我们还要去 我们要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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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校长 陈老师 那我先忙去了啊 好 忙着去 哎 哎 老婆啊 还记得 你刚来学校时的情景吗 那次啊 是家长打破头 又学生转学 今天啊 可是家长挤破头 又学生入学 变化真大呀 哎呀 校长 对不起哦 开学那么多天了 家长还那么多 只要你不烦就行 哎 态度要诚恳啊 不过原则必须坚持 你还跟着我干什么 您真 你不赶快到人事科 办你的出国手机去吗 啊 那我去 哎 校长交给你的啊 哦 去 去 去呢 我扶着你 哎 你们两个人看着啊 这位 还行吗 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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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白老师 笑什么 这有什么好笑 你这 老师 你脸上一个广告课啊 什么 烂酒 走啊 可以啊 大家静一静 我们电视台 要拍高音新生的感想 就一个名额 谁去 我可争取了半天了 机会难得 别看了 别看了 放元 要不你去吧 我不去 没事 你可以联系联系当前形势谈谈嘛 比如股东建设大环境下的班级建设 我说 题目太小了 我不去 给我 那你想谈什么 给改革开放出谋划策 找他们去吧 这边你找一句 书呆子 你去合适 戴隽 我叫你呢 没兴趣 我去吧 好啊 那你准备谈什么 我来谈谈来东方这一个月的感受 好 那你准备一下 我一会儿来找你 不用准备 就两个字 什么字啊 晕了 王立行 你捣什么乱呢你 我只不过说出了大家的感受而已 你一个人晕了 还让大家伙跟着你都晕啊 这是咱们今天的作业 我问你需要多长时间可以做完 我以为有什么大不了呢 这用得着上电视台说去嘛 你的意思是 这些作业对你来说很轻松喽 谈不上特别轻松 但是呢我先回家吃完晚饭 然后看完新闻联播 从八点钟开始做 做到晚上十点钟 这样子我还可以多看一会儿 你听她又在吹呢 地亚娟 你来吧 去了 已经还没超完呢 没事回来我帮你超 走 我真的 你怎么了 病了 你怎么了 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 我没事 你们不用管我 实在不行早点回去 别在这儿耗着了 大人还得上课呢 上课 是啊 今天地理课 加课到六点呢 什么时候说呢 就刚才 盛老师同志的 我家在古丁 这么一回去得九点 你还算近的呢 我到家都十点了 就算到家不吃不喝 光写作业就得写到半夜呢 就是 真烦 看来 看来只有睡觉时间 是属于我们大家自己了 我鼓励大家在梦里 痛痛快快地玩 那我就在梦里打篮球 我要在梦里打牌 那我怎么办呀 我最近天天做噩梦考试 你现在允许我去电视台 说两句了吧 走 走 同学们 都回到自己的座位 准备上课 起立 同学们好 老师好 太好 你好校长 这是新官上任的地鸡把火 瞧你说的 这重学们写给自己看的 我觉得挺好的 是啊是啊 这校园的环境呢 是得好好整治一下了 这你要多指点啊 唐老师 我找你有事呢 来 对对对对 对对对 你好你好 谢谢你谢谢你啊 再见再见 李科长您好 我昨天来过一趟您不在 怎么又是你啊 我不说过了吗 我们现在啊没有名额 这是我有重新写的推荐线 这是学校写的推荐线 这是我的毕业证书 我已经说过了 我们现在啊不需要大学毕业生 可据我所知 你们学校正在招收教院呢 对啊 可我们招收的是 教练在五年以上的老师啊 我的教练可以从今天算起啊 好 你的资料呢我都有了 有事我会通知你的好吧 我不要求待遇 我只希望成为一名东方人 我在学院的时候就听说过 对对对 你听说过普校长的事迹 一直渴望在他的手下 当一名普通教师 为中国的教育改革 敬一封棉薄之力 这我都背出来了 你们怎么都不相信呢 我说的是真话 真话也好假话也罢 反正啊我们现在是不需要的 您可以先试用我呀 我不会让您失望 小婉 你看我们现在正工作呢 好你先请回报 回报回报 好谢谢 我还有您等等 我明天还要来的 直接见校长 这围墙还不太厚了 让我去看 这围墙还不太厚了 尹老师 你说这段围墙怎么就八十米呢 我看不止啊 最起码有一百多米 那你看那 户子上写着八十米嘛 不止不止 不相信啊 我量量 走 要修墙啊 是啊 现在的院墙啊 都改成开启式的了 可惜了 谁啊 是得花不少钱啊 有个两全其美的事 怎么不做呢 哪有这么的好事 我要住这院墙 什么 你要住我们院墙 对 边缘和内部 有很多高大的山脉 冰川广布 这个 第二个是内蒙古高原 内蒙古高原海拔是一千米左右 这个呢 大家书上都有 自己看一下 但是我着重要讲一点 黄土高原 黄土高原呢 是个贫瘠的地区 水土流失非常严重 好 好 好 小王 可以了 这材料马上打出来 刘先生 我们是一家 实力雄赫的贸易公司 这么说 你还真的想坐我们学校院墙啊 对 开商店 开商店 那 这个一年有 一年 有两百万 五年以后 产权贵实效服务 我刘锦明在沪东 待了一辈子了 真是做梦也没想到 这沪东这种乡下地方 也能有今天 吴经理 你们这么做不会亏本的 我们调查过了 只要经营合理啊 指挥赞不会配 是吗 能不能跟我说说 你们打算怎么干 刘校长 你看这是有没有 商量的余地呢 安安说了 这是一件好事 一方面可以繁荣 互动的市场 再说呢 增加我们学校教学经费 改善我们教学条件 那就是没有问题了 这样吧 我们找个时间 把合同细节谈一下 我说我经理啊 你要先别着急 这里边呢 还有个最关键的问题 没有解决 李徐先生 有什么事 您说吧 当然 从我个人来说吧 我是百分之一百的赞成 但是这上面 不还有个正校长啊 我明白您的意思 我得跟他谈 你找他也没用 我们校长这人呢 年负力强有冲劲啊 但是就有个最大的毛病 不太容易沟通 有时候啊 还认得死脸 刘校长 如果您肯帮着 把这事办成了 我肯定不会亏待你 我这一切 也就是为了学校 为了改善教学环境 我也希望能够 把这事情给办成 这一泄满 那就不必了 那就行 这是规矩 吴经理啊 真要给我 我也不能要 尽管放心 这个事情呢 我肯定尽力而为 太好了 刘校长 我找您啊 算是找对人了 哪里哪里 我们双方是互惠互利嘛 是 是 给同学们讲讲 云贵高原 啊 云贵高原 包括贵州大部分 和云南的东部 有独特的科斯特地形 我国是世界上 科斯特地形 分布最广 类型最全的国家 在云南贵州和广西的 石桂岩地区呢 就是典型的科斯特地形 怎么回事 老师利用休息时间 给你们上课 你们在课堂上居然这样 你给我站起来 老师 我不是故意的 老师都几十岁的人了 站着给你们讲课 都没说累 你们都坐着了 还累了 这说得过去吗 我的课啊 谁不远听 可以出去 不要影响其他同学 你走啊 你怎么了 迪亚军 迪亚军 你干啥啊 迪亚军 他晕了 他晕了 别乱了 先别乱 别乱 先别乱 来 快 先别着急 戴俊 你去找盛老师 娜娜 打电话再救护车来 快点啊 大家把桌子停一下 快 来 别乱了 来 让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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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不要问 大家不要问 同学们都不要自己的座位上去 啊 留几个人就行啊 留几个人就行了 都不要自己座位上去 你走 这还有两个 其中一个还是特级教师呢 特级教师好 但是 咱们都不是上海人 户口不太上海 万两黄金亦得 人生粮食最难求 是 明天有一个秘书应聘 这是他的材料 您看一下 校长 我们班有个同学 晕倒在课堂上了 是谁啊 男生女生 女生 叫丁雅娟 他现在人呢 在教室里 我们已经叫过救护车了 快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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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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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了 你先过去吧 快点 来 来 快点 我走了啊 郑老师 钱有吗 行了 您在 怎么会到学校 我去领了 郑主任 你先去 郑老师领完球了 来 来 来 好 好 好 快 小长 落下的课我会争取时间补上的 你现在的工作很负责任吗 哪里啊 自从上学期你给我亮了黄灯以后 我就没敢戴曼锅 可是光有态度还是不够啊 您说得对 其实我的工作热情比起其他老师来还差得很远 比如高二年级的林老师 他每天工作都到七点的 那你呢 到六点 你们这些老师的确很辛苦 这样 你跟所有加班的老师说一声 过两天找个时间跟请他们吃 好 我 我这就去说